这棵树折腾了好几次 本来它应该是这么的栽的 为啥呢 因为这边缺根 后来发现是因为这边缺根 所以那么栽了 前一段时间 有胳膊月吧 我把它立起来了 因为我发现这么栽啊 怎么弄都找不到感觉 把它立起来觉得呢 能找到感觉但是有两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啊 以后干活用转的不方便 我就搁凳子上来 两个问题呢 从这个面比较容易发现 一个是这缺一根 这缺根 因为这当时是切面 前叉的时候的切面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 为什么有这么大斜着的一个切面 还有呢就是这缺一个坨 第一只坨有了啊 位置不是太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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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第一只坨 但第二坨呢缺 如果说我把这个第一只坨 给它剪了 哪看呢 这看 不对 我如果把这个第一只坨给它剪了 那就有点 也不太好看 要高了 那就不应该把这个 这个上次把这个做了瘦身嘛 这个坨 那就不应该把它做瘦身了啊 现在呢把它做的这么小了 它跟它的比例倒是没问题 我觉得再把这儿切上一个枝 把这儿切上一个根 应该就可以了 去年秋千也是插的这个小嫩枝 嗯 这个特别容易插活 并且长势比较好 你要补个根样或者干干嘛 用它比较好 这个呢 咱这么搞一下 正好 角度也非常好 正好 这个应该是够 好 底下差不多 咱们再把上边开的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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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 一下 補两个这个事儿 以后不能干了 找七个就挺难 这两个伤口同时找七啊 太难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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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我是点了干又白的 把土块给敲开了 真不好啊 把土块给敲开了 原来 香气 再把土块给敲开 开出一面 把土块里去弄 放入鞋子 就这样吧 只要四个字的话 就很不理想 这个这么大劲 但也成功啊 小时候肯定活 但是呢 刚才我土敲开 我才发现 我这根做了重解 刚发芽 刚某根 有让我把土块给敲开了 到时也死不了 来点生意